大家好 我是游威 欢迎来到X调查 一对新婚夫妇在晚餐过后 前往了当地海滩上休闲散步 期间他们的脚下沙子 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发生松动 两人一头栽进了一个巨型沙坑里 情况十分危急 事件发生之后 警方展开了详细的调查 真相令所有人大跌眼镜 那天发生了什么 海滩上为何会有一个巨坑呢 接下来就为你讲述 大骑海滩事件 故事发生在石川县 它位于日本北陆地区中部 呈狭长条形 石川县东陵富山县 岐富县南街福井县 北面的能登半岛延伸至日本海 县内拥有众多的自然景观与民胜古迹 是一个旅游资源丰富的地方 该县中部有一个城市名为河北市 该市人口三万多人 以盛产葡萄而闻名 这里出产的优质葡萄销往全国各地 在河北市北部有一处海滩 名为大骑海滩 海滩附近没有海滨别墅 没有商业化店铺 也没有什么设施 在这里可以体会到更为纯粹的天然海滩 每分节假日 许多游客会慕名来到此处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初村玉树 他出生于1988年9月 是一名普通公司职员 中学时期 玉树喜欢上了一位同班同学 他名叫李莎 玉树一直爱恋对对方 但始终没有勇气表白 到了高中 两人还是维持着普通朋友的关系 玉树将这份爱一直隐藏在心里 高中毕业后 两人进入了不同的大学 之后几乎没有了联系 大学毕业后 初村玉树在金泽市北部的 胡阳伊丁木找到了一份工作 金泽市为石川县首府 位于本州中部靠近日本海一侧 景临河北市 他是日本海沿岸 具有代表的文化教育城市之一 从江湖时代起 金泽市就享有天下舒服之美誉 初村玉树在一次 与其他公司的业务往来过程中 意外的遇到了中学同学李莎 李莎是另一家公司的事务员 之后两人重新建立起来联系 这一次玉树不同以往 他不想再错过这份难能可贵的缘分 于是主动对李莎展开了追求 李莎也十分欣赏玉树工作时的责任心 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 一段时间后 两人自然而然的在一起了 2011年4月 23岁的玉树跟同岁的李莎 在金泽市举办了隆重的婚礼 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 两人彼此许下爱的承诺 结婚后 玉树对李莎视若珍宝和护友家 为了全心全意的照顾这个家庭 李莎从公司离职 成为了一名家庭主妇 两人同其他新婚夫妇一样 十分甜蜜恩爱 玉树经常会在休假时 带李莎去各种地方旅游 两人对未来的生活有着无限憧憬 然而就在两人结婚的四个月后 丈夫玉树的生日前夕 一场厄运突然降临 那天发生了什么 两人又遭遇了怎样诡异的事呢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退回到 2011年的8月27日 2011年的8月27日 这天是个星期六 8月末的石川县 天气潮湿闷热 这天晚上 忙碌一整天的出村玉树 下班回到了家中 她的妻子李莎同往常一样 早早的为丈夫准备好了美味的晚餐 享用晚餐过后 玉树就躺在沙发上休息 李莎则去厨房洗碗 在做完这天的家务后 李莎走到丈夫面前 向她提议 一起去海滩散步 玉树虽然工作了一整天 身体有些疲惫 但去海滩散步 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 于是两人启程 前往金泽市以北的 河北市大吉海滩 该处距离他们家 有9公里的路程 并不是很远 晚上10点 玉树和李莎来到了大吉海滩上 夏日的夜晚 凝风吹来阵阵凉风 为酷热的夏季 增添了一丝难得的凉意 大吉海滩并没有做任何的商业开发 海滩上没有路灯 因此两人使用手机的亮光 照亮前行的道路 在月光的映衬下 两人手牵着手漫步在海边 他们一边聊着天 一边倾听着海浪声 十分甜蜜浪漫 突然 两人感到脚下的沙子 不知什么原因 正快速下线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两人一头栽进了一个巨大的沙坑里 这是一个宽2.4米 深2.5米的沙坑 糟糕的是 两人掉下时 周围的沙子因受到冲击 瞬间坍塌了下去 就这样两人头朝下 半截身子埋进了沙坑里 一时无法动弹 两人掉进沙坑时 发出的声响和惊呼声 吸引了海滩上其他人的注意 有六人听到声音后 立刻朝着这边赶了过来 在看到两人被埋后 他们立刻展开了施救 这个坑很深 达到了2.5米 此时海滩上能见度很低 根本看不清东西 几人不敢轻举妄动 如果处理不好 失诱者也可能发生危险 由于没有工具 六人只能徒手刨沙 然而海滩上的沙子很干 刚被刨出来又流了进去 很难失以援手 他们就这样徒手挖了几十分钟 还是没能将两人挖出来 于是他们决定拨打消防电话 晚上10点45分 此时距离玉树和李沙 掉进沙坑里 已经过去了45分钟 史川县消防部门 接到了报警电话 几分钟后 消防车和救护车 就抵达了大气海滩 现场聚集了许多露营地的民众 在一旁围观 警方也赶到了现场维持秩序 被埋在沙坑里的这对夫妻 情况十分危急 他们以头巢下的诡异姿势 掉进了沙坑里 不仅如此 他们被埋得很深 几乎到了腰的位置 对普通人来说 窒息时间超过5分钟 就会心脏骤停 失去意识 如果超过这个时间 即便获得医疗救治 存活率也很低 在好几辆救援车辆的车灯照射下 终于能看清一些东西了 救援人员用手中的铁锹铁铲 将坑里的沙子往外铲 被困两人的身影逐渐清晰 在排煞的过程中 救援人员从坑里 发现了一块蓝色胶布 在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救援后 两名受困者终于被拉了出来 救护车紧急将他们 送往了附近的医院 一看的是 由于两人被埋进沙子里的时间 已经将近两个小时 早已超出了身体能承受的极限 两人送到医院后进行了抢救 随后被确认因窒息而亡 在这之后 石川县警方对此案展开了调查 在沙滩上出现如此巨大的坑 实在有些不同寻常 此时沙滩事发区域 已经被拦起了警戒线 任何人员不得入内 第二天天一亮 警方便对现场进行了勘查 在沙坑附近有一处露营地 昨天晚上有数十人在此搭帐篷露营 警方对这些人进行了询问 一位来自东京的南大学生表示 他不清楚露营地附近的海滩上 发生了什么 也不知道为什么海滩上 会有那么大一个沙坑 他在凌晨的时候听到警笛声 才知道有两个人被埋在了沙子里 当时他自己也吓了一跳 一位在露营地工作的70岁男子 向警方表示 昨晚在沙滩上发生这样的事 让他感到很惊讶 到了今天早晨6点的时候 露营地的游客基本都知道这件事了 但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大骑海滩上的沙子很干 一旦人掉进很深的沙坑 就像掉进河底的漩涡 很难逃脱 警方找到了事发当晚参与救援 并拨打电话的6名年轻人 在了解情况后 警方得到了一个 令人难以置信的真相 原来这6名失救的年轻人 是遇害者之一的李沙的好友们 而沙坑上的大坑 就是李沙本人 和她的6个朋友一起挖的 几位年轻人向警方表示 再过几天 就是李沙丈夫出村寓出的生日 李沙想让几个朋友 帮忙一起挖一个大坑 目的是给丈夫一个生日惊喜 她的灵感来源于 一档电视综艺节目 在节目里有这样一段 整股内容 一名歌手不小心 掉进了节目组 精心设计的陷阱里 之后现场还燃放了烟花 节目效果非常好 给李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想到丈夫预处 马上就要过生日了 这是他们婚后的第一个生日 李沙想给丈夫 一个难忘的生日惊喜 因此她决定 模仿综艺节目里的陷阱 先捉弄一下丈夫 等她掉进陷阱里之后 再给她庆祝生日 于是李沙联系了六名好友 将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他们 并邀请他们一起帮忙实施 这六名好友在了解情况后 觉得这个想法很有趣 就答应下来 接着几人聚集在一起 商量详细的实施方案 他们想到 大骑海滩的沙子 细软 干燥 很容易瓦坑 另外在海风吹拂下 过这样充满惊喜的生日 一定会令人非常难忘 事发当天上午 李沙突然决定 提前给丈夫预述庆祝生日 中午的时候 他和六名好友先后来到了 大骑海滩上 他们从车上拿下了梯子 和几把铁锹 找到合适的地点后 他们围成一个圈 从内向外挖坑 李沙是几个人里面 挖坑最卖力的人 他想尽快弄好 给丈夫一个生日惊喜 这个沙坑 他们从当天12点开始挖 在剩下的沙滩上 汪掘这么大一个坑 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 李沙等人轮流进行 一挖就是六个小时 才将这个坑挖好 整个沙坑宽2.4米 深2.5米 由于这个沙坑很深 比人的身高都高 为了避免掉下去的时候受伤 他们在底部放了一块垫子 这个巨大的沙坑 引起了海滩上 过路人的驻足围观 有一人对李沙几人说道 回家前要把坑填上 要不然太危险了 值得一提的是 日本海岸法规定 如果想要在海边 挖超过1.5米深的坑 需要获得海岸管理部门的 事先许可 如果违反这项法令 将会被判处最多一年有期徒刑 以及5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李沙和他的好友们 没有向有关部门申请许可 即便是提出申请 他们这样的整股目的 海岸管理部门也不会许可 李沙和几位朋友 显然不知道这项法律 在好心人的提醒下 几人也假装同意 敷衍了事 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打算 把这个沙坑填上 随着天色越来越暗 海岸上的人也渐渐散去 李沙和六位朋友 拿出了一块 事先准备好的蓝色胶布 并把它覆盖在沙坑之上 随后再用沙子覆盖在胶布之上 就这样 一个完美的陷阱做好了 肉眼根本看不出 下方有一个如此巨大的坑 为了弄清沙坑的位置 他们还在周围做了记号 做完这些后 李沙和六名好友各自回家 李沙赶在丈夫下班前到了家 并为丈夫精心准备了晚餐 她假装这天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丈夫玉树也丝毫没有察觉到异样 两人吃过晚餐之后 李沙便向丈夫提议去海边散步 到达大旗海滩后 李沙和玉树跟预想的一样 掉进了坑里 也许因为两人踩在了胶布上 干沙覆盖在胶布上会变得很滑 两人脚底打滑身体前倾 之后头朝下栽进了坑里 在重力的作用下 胶布随着两人的跌倒一同掉了下去 之后胶布上的大样沙子 瞬间覆盖在两人身上 即便沙坑底部有电子起到缓冲 但这个坑实在太深了 两人又头朝下 瞬间的冲击力可能会是两人晕过去 之后不仅有胶布上的沙子 坑周围的沙子也坍塌进去 两人的上半身被严丝合缝地埋进沙子里 等他们缓过神已经无法动弹 李沙的六名好友已经提前躲在沙坑附近 他们本想等夫妻俩掉下去后 再拉响礼炮给他们一个生日惊喜 但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听到的是两人的惨叫声 之后六人便展开了救援 他们失救了几十分钟 然而这段时间里没有人拨打报警电话 也许是出于心虚 也许是出于害怕 也许他们认为凭他们的一己之力 能把两人救上来 但实际情况却变得越来越糟糕 警方调查清楚这件事的原委和细节 六名好友对挖沙的行为感到后悔不已 两人的意外离世 让他们感到非常痛心和难过 然而事件的经过都是六人的单方面证词 他们可能受到刑事指控 最高可判二十年 无论他们是否受到指控 六人都将因违反海岸法 而受到最高五十万日元的罚款 事件发生后 玉树的父母向金泽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将李沙的父母以及六名好友告上法庭 他们认为 李沙和他的六名好友一起策划了挖坑事件 完成后 他们没有在沙坑旁留下足够的明显标记 事发之后 几位朋友也没有第一时间报警 错过了最佳救援时间 玉树的父母提出总计 九千一百万日元的赔偿要求 同年十二月 警方认为六名好友涉嫌过失致死罪 一个月后 此案交由金泽地方检察厅受理 金泽地方检察厅在审阅了案件的卷宗后 认为六名好友并不能预测意外的发生 况且他们提前考虑到了危险 采取了在坑底放电子的措施 最终他们决定予以不起诉处理 另一边 玉树父母的明示赔偿官司 一打就是两年 2014年10月 金泽地方法院做出了最终宣判 李沙的父母赔偿一千零三十万日元 六名好友赔偿三千一百万日元 共计四千一百三十万日元 这笔原告提出的九千一百万日元 赔偿金少了一半多 法院认为根据六名好友的供词 夫妻俩在掉进沙坑前 曾围着沙坑转了一圈 这就说明玉树可能已经知道了 前方有一个陷阱 可能为了让妻子高兴 他还是一无反顾的 和妻子一起跳了下去 这样类似的事件不止一桩 在大岐海滩事件发生的五年后 日本某海滩又发生了类似事故 有一家人来到了海边休闲度假 父亲在沙滩上挖了一个大坑 他计划躺在沙坑里享受日光雨 可没想到沙坑突然塌陷了下去 其结局与大岐海滩事件相同 这名父亲被埋在了沙坑里 他因身体受压而受了伤 好在救援急时 他保住了性命 在一些电视节目或者影片里 往往会看到请勿模仿的提示 这正在提醒人们可能发生的危险 如果看到这样的提示 还是不要轻易模仿为妙